我是尹校園 我是負責那個破地監測科 破地監測科它的業務主要是破地監測 顧名思義 但是基本上我們在災害應變的時候都會配合災害應變科 就是陳正宇濟正啊 還有那個整個災害應變科的運作 我們兩個科其實是 我們都說我們是生命共同體 我們都綁在一起 然後直掰的時候一起直掰 然後 哀罵的時候一起哀罵 其實那個直掰的時候其實還蠻辛苦的 那各位從這幾年的颱風事件 各位可以從電視上有看到 就是 我們看到就是 水土保 它應該是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佈土石流警戒 總共全台灣目前 發佈警戒的土石流有多少多少條 這個訊息就是從水土保持局發佈出來的 那最近這幾年那個警戒的部分 有做了一些 修正 因為長官有一些看法 那還有一些 學者專家 還有這幾年這些東西 都有做 實質上在 那個 研究上面的演技 所以我們把那個警戒的部分做了一些 我們今天會對警戒預警的這個部分做一個說明 然後還有我們是怎麼做這個警戒作為 各位看到這個我們發佈 去年就是黃色警戒或紅色警戒 各位就會了解說 什麼叫黃色警戒 另外就是我們一直強調有一個系統就是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 這個系統 只要各位能上網就可以上去找到很多這個系統的東西 找到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住家附近的一些危險的 潛視溪流的資料或者是說現場 目前全台灣雨量降雨的情形 颱風的情形 等等全部都可以從這個系統看出來 最後我會跟各位報告一下一些那個 目前防災的新科技 我在這邊可能要先做一個觀念上的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說 早期我們稱為土石流 預警 所謂預警就是有辦法預先知道 它會不會發生 但是我要跟各位強調就是說 目前在全世界 用 做土石流預警這個部分 以日本來說 就是它的準確率 還是低於三成 也就是說單純的用雨量 待會我會提一下 用雨量來做警戒這個部分 日本至少領先我們20年的研究以上 但是他們的準確率還是很低 因為我們到日本參觀的時候 有跟日本的學者有做這樣的討論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土石流這個自然現象 是很難去掌握的 我可能知道 這有一些土石或是山區的波度比較陡 但是它到底會不會發生 不一定 就像我們說 台灣很容易發生地震 但是它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 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知道 這個東西 做了很 大概有 超過100年的研究 但是目前世界上 還是沒有辦法 在地震 地震這個部分做預警 土石流也是一樣 所以 我們一直在講 預警的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 比較保守的來說 目前的科技 我們認為是 其實是警戒的一種 那常常 土石流的這個警戒 我們把它歸類為兩種形式 一種是 事發形 一種是事前行 所謂事發形就是 土石流真正發生了 真正發生了之後 它會有一些現象 比如說地震發生了 地表會震動 它可以兩側到地表震動 那土石流發生了 它有一些特徵 比如說 在山區 因為我們常常去跑那個 潮汁颱風以後 我們都去跑那個 現場 在像在 潮汁颱風我記得是 2001年 就是民國九十年 7月31號 今天早上在那個 上安村發生 非常嚴重的土石流 我記得8月 8月2號的時候 我的人就在現場 到現場的時候 那時候 所有的SNG車 全部都集中在那邊 因為 那邊我記得 離難好像 二十幾位 後來都沒有找到 就整個土石沖下來 它的河道本來大概 大概8米寬的河道 沖開之後變100多米 那些旁邊 河道旁邊原本都房子 沖下去之後那些房子 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我常常看到那個 我印象很深刻 我到那個現場去看的時候 我看到 各位如果現在有去 從那個 新中橫公路進去 在那個上安村 水里 水底鄉 上安村那裡 那邊採 然後再進去才是 新印鄉 新印鄉是採梅子的地方 在水里鄉那邊 上安村現在是 水土保持局 推動那個 農村發展的一個 重點區 因為他在 陶瓷台風 受到土石流 很嚴重的災害 經過災害的 復建工程之後 我們希望把那個地方的 農村 產品的特色 推出去 比如說他那邊 那邊採梅子 那梅子也是很有名 然後他有很多民宿啦 像老五民宿等等 那他有一個叫做 一清酒莊 各位有興趣可以上網去看 上安村這個地方 現在變得已經是像一個觀光區 可是 在 九十年我到那邊去的時候 印象很深刻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嚴重的土石油 我看到一間房子 他是那種 像透天的 他們在那個 路邊都蓋那種透天的房子 那透天房他其實在河道的旁邊 八米的河道旁邊 但是後來衝開之後 我看到的景象是 他那個房子的二樓 有一個很大的石頭 差不多有 那個石頭的直徑大概有兩米到三米高 那整個石頭塞到那個房子裡面 然後那個 那個 鋼金混泥土的那個牆壁全部被打破 然後石頭就一顆在那邊 然後底下呢 底下就是因為事件 昨天已經發生過 前兩天已經發生過 底下我看到的是 他們 他們那個家裡面 因為整個都是泥巴堆滿的 但是桌面上擺了三個神主牌位 沒有三個那個 就是過世親人的那個相片 其中一個是小嬰兒 我看我第一次到那邊看到非常的震撼 我想土石油怎麼會這麼嚴重 那他們怎麼會來不及跑 其實那個聽說是早上 我記得早上五點多發生 我是到現場跟居民有聊過 他說五點多發生 五點多發生是怎麼樣 他們先聽到山上 我說土石油發生的時候 有一些征兆 他先聽到山上有 很大聲 然後他說那個地表和門窗都在震動 其實那個時候 山上土石已經開始滾下 他撞到河床的時候 那個地表震動就傳過來 然後他們聽到 空氣中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他們有聞到一些很臭的味道 很臭的味道就是 土石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他把那個 旁邊啊 或底下 青石切割之後 那個樹根啊 或是很多 腐爛的斧石都被挖出來 聞到那個味道 這是他們 據他們親口 當地居民親口說的 然後他說那個土石油沖下來的時候 他們有站在屋頂 看著那個土石油沖下來 他說那個 有一個阿伯 他就說他的那個 我們在山上運那個 梅子車都是那個屁股嘛 就是沒有牌照的那種 屁股那種車 他那種車被土石打到 飛到 飛到二樓 飛到那麼高 飛到半空中就掉下來 然後後來我們去了 他就說 你來看 結果車子在那邊爛掉了 這是真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土石油是這麼的嚴重 然後 書本上有提到土石油發生的各種現象 其實 和他們所講的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做 警戒或預警的時候 如果以四方形的來說 就是 我剛有提到 地表會震動 或者是空氣中有聲音 或者是有惡臭味 或者是他們有說到一個 水量可能突然會變得很小 流量 反正就是一直下雨嘛 水一直流嘛 怎麼突然 雨還是在下 為什麼河道的水變小 有可能是上面堵塞了 就像一個掩塞虎 堵塞了之後 堵塞了之後 那個水 後面就像一個霸一樣 在那個河道堆積成一個霸 就是 邊坡崩塌之後 崩到河道裡面堆積成一個霸 然後水流一直 一直 湧高 然後底下的水就沒有了 可是雨一直在下 然後突然這個霸像潰堤一樣 就是 就像土石流一樣 衝下來 這種形形也是蠻常見的 所以 因為這些事發型的我們可以用一些儀器 去檢測它 通常用這些儀器檢測到的 非常的準 就是說 比如說我用鋼索 鋼索很簡單的 就是拉一條 鋼索在河道中間 如果土石流來把它充斷 就會有訊號出來 可是 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當這些儀器 反應出土石流發生的時候 下了居民來得起跑 它的 準確度高 但是 當地民眾的應變時間比較短 這是它的 一個 缺點 也算是它的優點 但基本上如果我們用做長期防災來看的話 這個東西 它的應變時間太短 所以不符合我們的使用 我們是希望 因為 你看我們從家裡面 如果說是在半夜發生的 家裡面 要把民眾叫起來 阿家安戶的通知 然後最後要 請他們疏散 那要多少時間 少數要兩個小時 一個村莊要疏散完 可能兩個小時都不夠 甚至要三個鐘頭 所以這個 預警時間的這種 警戒方式 我們有做 但是 不是以它為主 另外我們就是 以事前行 那事前行要怎麼辦 各位想說 土石流發生 和什麼最相關 雨量 降雨嘛 就是颱風 沒有颱風 應該就不太 不太會有土石流 國外不是 這樣 在台灣的雨量來源 是降雨 是颱風 但是國外不是 國外是 國外有下雪 它冬天下雪 下得很厚 在山上 等到春天開始 融雪的時候 水是不是很大 太陽一出來一照 雪融掉 然後水就開始流下來 流下來之後 變成土石流 沖到山下去 這是國外的情形 但是在台灣 主要是以降雨 尤其是 台風帶來的降雨為主 所以 目前 像日本 在台灣 東南亞這個地方 像前面的 菲律賓也是 連續的降雨 造成了 土石流的問題 所以雨量 目前是以 這個來做警戒 但是 我一開始跟各位報告過了 雨量降下來 我們設的基準比較低 因為我們比較保守 所以我們應變時間比較長 但是 不保證 我們發的警戒 土石流一定會啦 因為土石流發生 還牽涉到其他的問題 牽涉到其他什麼 比如說土石材料 坡度 地質條件等等 我們單一以雨量來說 是不準的 但是 目前在全世界 也只能這樣子做 當然我們盡量 要精確來做 但是 實在在科學上面 還是有它的限制 那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土石流發生 我剛好提到 它有幾個條件 雨量 雨量 降雨要夠多 第二個 土石要夠多 第三個 坡度要夠大 這是三個條件 目前我們是以雨量為主 那土石流發生的時候 其實 一般都分為三個區段 一個發生段 輸送段 還有淤積段 所以這三個區段 我們就要注意 這三個區段裡面 這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比較容易發生災害的地方 另外就是 我們根據它的發生條件等等 我們做了一些調查 各位如果有 一點印象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 全台灣目前調查出來的 是有1420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所謂潛勢溪流 就是它有可能會發生 也就是說 比如說警方在辦案 我先找嫌疑犯 先找嫌疑犯怎麼找 比如說發生一個 竊召案 他當然先去找那些有前科的 有前科的比較容易再犯 這些人就是像土石流潛勢溪流一樣 他以前有發生過 或者是它的條件是符合比較容易發生的 這個是 土石流潛勢溪流 它的意思 我們根據這個 土石流潛勢溪流 定定出 雨量基準值 我們就設一個雨量基準值 比如說200公里 或是多少 當它超過的時候 我們認為說 它有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是這個部分 另外根據 實際的降雨狀況 我們會對 某些地方 發佈一些警戒 基本上它的降雨參數有很多種 這是所研究的部分 但是我們是取 目前世界上最常用的 就是降雨強度和累積雨量 為指標 來定定這樣的基準 早期的有很多種做法 現階段 我們是用 機率的方式 什麼叫機率的方式 我以前發佈警戒都跟你講說 會發生或不會發生 可是自然界的現象 在很多時候 並不是 惡分法 配貨法 不是 你說某個人是好人或壞人 其實很難講 其實每個人都有 比較好的一面 或比較 別人不能接受的一面 這是這樣子 土石流是一樣 像中央氣象局 它不會跟你講說 降雨機率 百分之百 或降雨機率 百分之零 這種情形比較少 它通常跟你講說 降雨機率百分之九十 如果沒下雨 它說就是那個百分之十 為什麼 不能怪他們 因為自然界的現象 就是這樣子充滿了不確定性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朝向 這樣子來發佈 另外就是台灣地區 土石流發佈的紀錄 並不是很多 所以 我要做到 非常準確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 這是早期 我們這個 降雨警戒的 這個圖 目前已經沒有在用 就是我們做了一些改良 以前的降雨警戒 我們在警戒的時候 也是以鄉政為警戒單元 但是其實一個鄉或一個政 當地軍民就跟我們講 我們在山裡面的時候 這個鄉 我這個村子 比如說某某村 一靈和二靈 我們就去現場跟他們了解 他說二靈 我一靈是在我這個第一靈 這個靈是在這裡 第二個靈是 對不起越過那個山口到那邊 是不同積水區的範圍 所以 長官就覺得說 我們用鄉政來做警戒是不是太 太粗糙了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 做更精確 做到更精確的就是 我們以村里為單位 目前村里就是採用一些 參考的雨量站 基本上中央氣象局架設了400多個雨量站 那我們拿來做參考有100多個 那我們還是覺得 雨量站的密度不夠 但是基本上這跟國外比起來 在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做了400多個雨量站 已經算是 人家聽說在 全世界的密度上是數一數二 但是為什麼會不夠 因為台灣的地形 起伏太大 你看喔台灣 台灣從中西向才200公里好不好 但是它的高度是從 玉山 3997是不是 還是什麼 3952 我覺得玉山好像變高了還變矮 3000多公尺 將近4000公尺的高山 一下子到海平面 才在200公里的範圍內 所以它的高差非常大 它的雨量分佈非常不均勻 那目前 這個問題 中央氣象局也急於在解決 那未來他們會推行一個 QPSUNS這個系統 它是用那個 雷達波的 的這個概念 它把雷達波打到那個雲層中間 從反射波就可以看出 它未來會降多少雨 這是一個最新的跟美國在合作的一個科技的研究計劃 那基本上 各位 防災端源的朋友們可以幫我們做什麼事 基本上我們 我們政府提供的政府單位提供的避難資訊 主要是根據我們設立一些基準值和一些研究 那各位 主要是幫我們注意周遭 民宿道環境的變化 比如說雨量 我們有發解印雨量筒 形式雨量筒等等 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之後 其實就要開始注意了 說坦白話其實當地的居民 對當地自身的環境 其實是比我們了解很多 就像您對您住家的環境 一定是比我們了解啊 像老一輩往山裡面看一看 他都知道會不會下雨 我們看都看不出來 他一看看就知道 他看那個雲的顏色啦 或是雲層是不是比較低 所以 這個我覺得社區制度防災才是最重要的 到七二水災的時候 93年七二水災的時候 五月多我們就去發 那個金字型雨量筒 不愛吹 那後來七二水災 還好是 還好 還好是有疏散 如果沒有疏散的話 他那個房子好像淹了六十多戶 七二水災在松赫部落那邊 各位如果看電視或什麼 房子淹了六十多戶 真正死於土石流之後 一位 老婦人 他是 聽說他是怎麼 怎麼 深顧的 他是 聽他鄰居講 他是 他那時候要跑 那時候雨已經很大 水已經開始沖下來了 然後他 打開家門 衝到門口 想要跑的時候 剛好 他 上面的那個住戶 有那個車子 然後被水整個沖下來 就撞到他 他是這樣子 深顧的 那其他人其實前一天都提早警戒 提早疏散 在入夜之前 他們已經疏散掉 所以還好並沒有造成 雖然造成很多財產的損失 但是人員的傷亡 並沒有非常的嚴重 所以基本上 各位能幫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主要是 救災 疏散 還有平時的雨量 還有現場的資訊的傳遞 因為 局長 吳局長 吳局長有提過一件事 他說 災情的發生 他特別叮嚀我們在 上個月 他說 今年特別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 常常會有災情的傳出來 比如說某個地方災情 我們說很嚴重很嚴重 他說其實那個都還好 但是真正嚴重的是什麼 可能傳出來 松赫那邊可能有災情了 然後來 就沒有 就再也沒有消息 那邊就沒有消息 他說通常這是最嚴重 為什麼 因為他所有的訊息都中斷 電話啦 全部都中斷 交通都中斷 消息根本傳不出來 等幾天後再爆發出來 就是非常嚴重的災情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 請各位 也幫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發生災害的時候 其實消息 如果被封鎖掉 通常裡面會有很嚴重的災情 因為他所有的通訊都中斷 另外一個就是 自身的安全就是 利用我們所發的這些雨量桶的部分 來協助 是不是要警戒 是不是要疏散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因為早期 我們在發 發布土石流警戒的時候 大家就說 你這個警戒發了 結果又沒有 你叫我們跑到活動中心去 住了一兩個晚上 結果又沒有土石流 你 不是 不是 給我們增下 他們就這樣講 但是 這個問題 我有請教過 日本 或是 像 歐洲 歐洲 像奧地利 瑞士 他們很多 阿爾卑斯山 他們也一樣遇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他說這個要從教育來做起 早期 叫 請人家去要 疏散到那個 活動中心等等 他們不太願意去 因為他說 你每次發那個都不准 可是 這個是有條件上的限制 但是後來 從陶磁颱風以後 跟他們講要疏散 都跑很快 一下子就去 不用你講 他們自己 就先去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這個危險性 早期他可能跟你講說 我一輩子都沒有看過 這麼嚴重的土石流 但是 自從陶磁颱風 以後才知道 土石流是這麼可怕 那這有一個觀念要建立的 就是說 即使 今天發佈了警戒 大家到 活動中心去住了一個晚上 住了兩個晚上 並沒有任何 土石流發生的話 其實 我們的心態應該是 還好 我們大家到那邊 住了一個晚上 其實 聯絡聯絡 鄰居的感情也不錯 至少沒有任何的災害 如果 可是如果萬一災害發生了 只是財務的損失 人命並沒有 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觀念可能要請各位 各位協助我們在 林裡之間推廣這樣的想法 那基本上就是 土石流警戒 我們目前是有 黃色和紅色的警戒 這兩個部分 當中央氣象局發佈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風雨預報單 這個預報單 丟出來之後 我們會看 我們設的這個基準 它也沒有超過 如果風雨預報 大於我們的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 我們就會發 黃色警戒 所以黃色警戒 它主要是預測的雨量 大於警戒值 那我們就會勸告 部分地區 比較危險的地方 比如說好松赫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就該提前 中央氣象局跟你講說 會有大颱風 而且雨會很大 其實正常來說 都 都會先避難一下 所以我們會發 黃色的警戒 那紅色警戒 是什麼時候發佈 就是我們分佈那幾百個 雨量戰 這些雨量戰 大家看水土保持局 都實際的連線 當實際的降雨 大於警戒值的時候 這就不是開玩笑的 實際的降雨已經大於警戒值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這個時候 地方政府 就是縣市政府的首長 他有 疏散權 他有強制疏散的行政權 可以強制均勻疏散 所以今年如果 如果又有颱風來 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們有發佈黃色或紅色警戒 這個部分 另外我們會根據 黃色或紅色警戒 發佈一些土石流的 通報單 通常是循那個 消防單位來發佈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通報單 後面還有一個戶表 就是說 發佈的某些地方 哪些地方 它的雨量警戒值是多少等等 那它整個通報的流程 就是從我們 組織的單位面小組 收集了中央氣象局 雨量實際上還有現場的一些觀測的資料 然後發佈了這個警戒 那發佈警戒的訊息從哪邊傳遞 傳針 電話 手機解註 或語音廣播等等 各位 有登記的話 都會收到 你的手機上面都會收到 雨量 某個地區的雨量到多少 是不是要做警戒等等 這些除了開放給各位之外 還有一些 一般的民眾 他如果希望 或是像一些記者朋友 他 想要知道這個最新的訊息 他就 他就上網去登錄 他的手機號碼就好 但是曾經發生過一個 事喔 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 漆熱水在那個時候吧 敏都立台中 那時候 雨量很大 就有一個記者 他自己去登錄了 結果後來第二天打電話 罵 他說因為 雨量的變化太大了 所以雨量變化超過一個程度 我們就發一個簡訊 結果他說他那個晚上 都沒睡 都沒睡好 為什麼 手機簡訊一個晚上 收了四五十通 因為雨量變化太大了 所以他 第二天就很不高興的要求我們把他的 電話號碼把他刪掉 我們就把他刪掉 所以這個是可能是會遇到的問題 其實在交通不變的地區 我們的建議是 舒散的動作最好 以前做 因為你要舒散一個村子 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很難說 再包括一些 可能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 大的朋友 他們要 甚至行動不變的 的老人家 他們要移動的話 其實是非常困難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就是要比較注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我們一直強調說有一個 吐石流防災應變系統 這個是防災應變系統的 網址 各位如果 有興趣可以上網去打 打進去之後 我可以 可以回答 裡面可以回答 各位很多問題 比如說家裡附近有沒有吐石流 現在台風在哪裡 目前全台灣降雨情形 是多少 那我如果要舒散的話 可以舒散到哪裡去 還有 等等其他的歷史資料 都可以在這個 系統上看出來 但先決條件就是 家裡面的 網路線沒有斷訊 另外就是說 如果說有 行動通訊系統 我常常看到一些 現在的廣告都是什麼 3G 3G的手機 我在這邊 比如說我在地球的另外一端 在國外 我這邊看到很漂亮的景象 你把它錄下來之後 立刻傳 傳回去就可以給老婆看到 其實這 有人說這3G的手機不太好 比如說有些 有些老公想要 在外面這個 亂來的話 老婆說 你現在馬上把你 你說你在開會嗎 你馬上把你開會 現場的人 這樣 照一張相 或錄下來 立刻傳給我 所以後來 我是 聽我同事講 在開玩笑 他說現在有一些 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 它有一些音效 他把後面那個 比如說一個父母 把父母拉下來 好像後面是 有人在開會 會議的一個照片 那個樣子 然後他有把那個聲音 按下去 他就有一些聲音 放出來 就好像在開會的聲音 這樣 是可以騙另外一半 這是體外話 開玩笑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其實有利用 行動通訊系統 可以把最新的資訊 傳到 想要知道的人的手上 那我家父親有沒有土石要怎麼看 所以可以從 進去這個系統之後 從這個土石流 分布圖這邊 去查 點進去之後 就會有這個分布圖 先從鄉色漢村裡來查 之後 某個村 然後某個村裡面 他有幾條土石流 前世西流 每條前世西流 他的影像和聯絡人 都會有資料 但基本上這個聯絡人的資料 我們是保密的 特定的 特定的人 內部的人 我們才能知道 一般並沒有公佈 早期有公佈了 後來造成 因為那個是個人的隱私 所以造成一點問題 那影像的部分就可以 在這個25000分的地圖上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土石流前世西流 到底是哪一條 他為先等級是什麼 那目前 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說 現在到底下雨下多少 從這個上面 系統進去之後 從雨樣這邊可以看出來 然後全台灣的雨量排名 各種排名全部都可以查得出來 所以都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說 土石流如果發生 我要怎麼疏散 那我們有做了幾百處的 這個蘇散避難演練的這個 路線的查詢在這裡 一樣可以從這邊查得到 那土石流現在到底發佈了多少 其實在這個圖上面就很清楚了 在什麼縣市的 什麼鄉 鄭 發佈了 土石有幾件 總共有幾條 在這邊都 很清楚的 弄出來 那蘇散避難路線圖也一樣 點進去的話 我們有做過的這些圖 在什麼 什麼縣市 什麼鄉鎮的 什麼村 那你把它 找到之後把它點進去 整個蘇散避難路線圖就會出來 比如說伯愛村 就是松赫部落那邊 還有蘇散避難路線圖 他們那個時候跑到哪裡去 伯愛伯曉去 伯愛伯曉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避難地方 但是後來 有點問題 為什麼 各位 過年我不知道有沒有去古關 從古關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 大甲溪的河床 和路面 幾乎是一樣高 就是說 大甲溪除了從上游把沙石帶下來之外 從松赫部落這邊 還有他對面的利亞民區 這些土石堆積在 大甲溪裡面 整個河床 遇高跟路面一樣高 所以他伯愛國小是在河邊 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避難場所 但現在對不起 你在避難的時候他會淹水 為什麼 因為河床遇高水會流進去 所以現在我們還在想說 要怎麼樣去做這樣的調整 把新的避難路線是要怎麼做 那不愛村那邊也在討論 是不是要千村等等這些問題 但是千村有一個條件 千村不是單純的 給他一個地方住就好 他是社會經濟問題 這些人先到外面去他要做什麼維生 這才是最重要的 否則會引申出很多社會的問題來 另外就是 各位如果對這些 土石油防災 簡訊的服務有興趣可以上去登錄 土石油警戒指等等相關的資料都可以從這個 網站上查詢 查詢出來 那基本上 水土保持局除了在做這些 例行性的警戒 預警的這些工作之外 還有 幫民眾協助推動這個防災資訊 和教育之外 我們有做一些科技的研究 基本上土石油 科技的研究 這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科裡面做 所以我們每年有花了一些錢 做一些科技的計劃 他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想要知道 土石油發生的時候 土石油的訊息 我們說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我想要對土石油這個東西 好好的整治它 我就必須先了解它 我想要知道土石油 的很多問題 比如說它的 土石油發生的時候 它的流速有多少 很快的 七二水在 神木村 愛玉紫溪南投縣 那邊 我們量到土石油流速有多少 超乎我的想像之外 它的河道很平 大概河道 坡度只有6度 可是土石油流出來 我們用攝影機拍到 大概去算了一下 它的速度大概 每秒13公尺左右 比全世界跑得最快的 這是 非常難以想像 在坡度這麼 平緩的地方 土石油還這麼快 所以我們在現場有一些 觀測系統 我們在現場有一些觀測系統 不好意思老師 這個預約 它從後面猜就可以了 不影響你們的大課 好好的 請大家要做正義 睡覺的東西 TBGS 沒有 就是 其實我們在現場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土石油的 現場的觀測站 各位 在剛才我介紹的 防災應變系統裡面 也可以看到這個觀測站 土石油觀測站 目前全台灣 目前有13座 附定式的 兩座行動式的 這個觀測站的目的是什麼 它是 設在容易發生土石油的地方 希望去那邊 收集土石油的相關資訊 比如說我知道土石油的流速 我可以去設計工程結構物 它的 液紅斷面到底該多大 比如說 我想知道土石油 它的衝擊力多少 如果量測到土石的衝擊力 有多少的話 我可以去設計我的防沙結構物 它的強度要多少 比如說鋼筋要綁多少 而不是像一般的 做法 因為 針對土石油和 不是土石油的河道 設計的方法是不一樣 到底要設計的標準 要怎麼訂定出來 也需要這個現場的觀測資料 另外就是我剛有提到 土石油的雨量警戒 其實那些雨量警戒 早期我們的資訊很不完整 土石油到底是幾點發生的 可能到現場去問 有的人說是早上7點 有的人說是 可能是 5點 但是到底是幾點 因為5點的下雨 狀況和7點的下雨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降雨到底降到多少 才會發生土石油 這是一個 我們想要知道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在現場的觀測資料 我們有裝一些雨量計等等 攝影機 這個是地深減織器 就是我剛有提到 土石油發生地表會震動 而且震動得很大 可以用這個訊號 去把它量測出來 然後另外這邊 在這個河道上面 它有一個鋼索 斷掉的話就可以 對下流發佈警戒 所以這些前端的 這些觀測儀器 這些觀測資料 收集到之後 目前是透過 衛星的傳送 這是中心衛星 新加坡的中心 衛星的傳送 傳送回 我們土石油災害應變的 這個小組裡面 我們 水土保子局裡面 有一個電視牆 這個電視牆 就是把所有的資訊 都顯示在這裡 另外這些資訊 也會放在 剛才介紹的 土石油防災應變系統上面 所以系統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系統裡面 當你進去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影像 就是現場 土石油潛似溪流 現場的 即時的影像 所以這些影像 對我們來說是 有一些 很重要 參考的價值 這一個是雲林 古坑華山 台灣咖啡的 故鄉 的上面 早期在 納利颱風的時候 雲林 古坑這個地方 受到嚴重的 土石油災害 但是在災後 水土保子局 和地方政府 還有當地 居民的努力之下 把它變成 台灣咖啡的 故鄉 所以現在每到 假日 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看 其實它 就在建湖山 世界旁邊 這個地方 現在都塞車了 現在禮拜六 禮拜天去 都塞車 塞得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從土石流的 一個災區 變成現在一個 台灣的 咖啡的觀光聖地 另外我們有做 行動式的 土石流觀測系統 這個 土石流觀測系統 它的概念 是來自於國外 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看過 電影叫做 追 好像是 龍捲風 有一群人 他為了得到 龍捲風的資訊 然後他們 追著龍捲風跑 然後 我們現在這個 行動式的 土石流觀測系統 也是這樣子 因為你不知道 土石流在台灣 1420條 到底會在哪裡發生 如果我如果做了太多 固定的 固定的 這個行動站 固定的觀測站的話 可能不符合 經濟效應 所以我們希望 用行動式的 當這次 预報 颱風會在北部 或是東部 造成比較大的雨量 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 行動的 觀測站 派遣到那個地方去 比較容易 提升這個 捕捉到土石流的 機會 這個 目前都已經完成了 在 整個 前置的作業 架式的觀測 以及 以及 撤站 這個部分 都已經完成 SOP的 標準 標準化的 作業程序 所以 到現場 錄到資料 同樣 經由 這個衛星可以傳到 土石流防帶應變系統 所以台風航雨期間 各位有興趣的話 直接上這個系統 就可以看到 現場的觀測資料 另外 我們跟 國際上 合作 比如說日本 歐洲 美國 有合作 上街 新興的觀測儀器 這是 核道刷生的 觀測儀器 另外他有放一些 電波的流速 以及量測土石流的流速 還有這個像麥克風 一樣的東西 其實 就類似 地生減滋器 可以探測到 土石流 發生時候 產生的 地表 的訊號 這些都是 目前 新興的 這些 觀測儀器 目前 中央氣象局 還有 中央災害電中心 所要推展的 這個東西 就是 QB Sons 電量降水的 預估系統 剛才有提過 它是利用雷達 目前 台灣 它地區有四座雷達 它把這個雷達波 打到那個雲層裡面 雲層的 降 它的含水量不同 它的反射波就不同 含水量越多 反射波越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 感應器 這個東西 是我在 瑞士參加土石流研討會的時候 他們看到的 它裏面 它這顆球 有六十公斤重 很大一顆 很重 它把它丟到土石流裡面 隨著含水量跑 它就可以得到很多速度加速度等等碰撞的這些資訊 這些資訊最後他們在 它有一個發爆機 然後最後去把這個球找出來 打開把這個資料記錄器的資料從裡面拿出來 就可以得到土石有很多的訊息 那另外就是 我們有結合手機 PDF GPS等等 這些系統 其實這系統在各位買車子上面 很多已經都有了 結合 結合在這個裡面 那基本上就是 其實防災的工作是要大家來做 不只是政府做的這些科技 等等的研發工作 其實我認為民間 就像各位幫我們做的這些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它可以 達到 除了消極的 減災之外 積極的還可以避免這個災害 尤其是社區 社區防災 當社區動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土石流的災害 或者是其他的天然災害 都可以在台灣 減少很多 那這些的目的都是提前增加這個反應的應變時間 當我們災害來的時候 早期是說 人定勝天 我們用硬體的工程 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全部 全部擋住 可是現在不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現在 並沒有辦法 我們知道工程的方法並沒有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 所有的 天然災害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災害的概念 已經在轉型 就是說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 我們能避就避 能躲就躲 先躲開 躲開之後 等災害過去了 那我們再回去 這樣 回去我們的家 回去這樣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突然 發展的工作還要 很難 所以我們 我們在